hello 大家 我是gevin 在布袋系世界有各种族类 有外星人 有妖魔鬼怪 甚至悲情走兽也能自成一组 而且这些口白还得让配音师 亲自模拟这些物种的特有叫声 而在这么丰富的世界观中 我们想介绍在布袋系这么武侠的世界观 也有如同生化人 能造人般的物种出现 究竟布袋系会如何呈现这类的议题呢 是直接用科技呈现还是用术士出现在观众面前 而今天选定的四位角色 刚好都有经历过近期战民曲 这批力天机时期的人造人 而今天就来回顾他们的精彩故事吧 而先前我们曾介绍过 Ulison与Also联名研发 新一代按摩放松设备 全方位高屏枪 现在终于上市啰 这次新推出的全方位高屏枪 融合了变息性 让你义无反顾舍弃那些又笨又重 或者轻便无力的按摩枪机会来啰 现在趁着母亲节立即下单 赶在最后实现品牌周五出货 让你赶得及送给妈妈 给你最有面子的母亲节礼物哦 详续活动资讯 请看资讯栏或留言区都有专属连结 而首先的第一位 肖 KDF4里命最硬 能力成长性最高的一位 奈若二字出自佛经 但肖对叶重生来说 是一个因果轮回 叶重生是嗜血族创造的族群 嗜血族造败血溢血而泣 叶重生反是嗜血族 而自己却也步上轮回 逆天造出肖 也正是遭气的肖造就自己的败亡 为了这个设定 便去让叶重生 为肖取名为奈若之夜 立即为森罗地狱之夜 恐怖而无情的杀入天下之意 也因肖是叶重生用自己的半身所造 完美的外表 完美的力量 如叶之化身 所以单名肖 本是叶重生精心制造的杀入兵器 却因诞生时目不示物 被窃予于血缘 但随肖开始能看见这个世间 世间的善恶与情感 也开始困扰他 肖的角色歌曲 雪若无声 我觉得是最完整 能带大家认识肖完整经历的媒介 黑与白是纯白雪地里漆黑的肖 带来混沌出谋的神势 森罗万象 则象征着将来意想不到的人生遭遇 临近花是茫茫雪地里第一个见到的生命 生命彼此间莫名的连结 生起萧第一次的悸动 第一次驱使他因保护花而杀了人 却也因为花结识了后来对萧很重要的人类老吴燕 引导着萧学习 让萧更像一个人的恩人 某种程度上似友似母 倒不似情人 老吴燕对语人的一往情深引起萧的好奇 看着老吴燕脸上的泪痕 使萧努力追寻人性的本质 对于世事皆抱持着好奇与疑问 营养双分的是非 但谎言却带来浑浊的善恶 根本不懂言语陷阱和人心的自私自利 单纯想要帮助老吴燕的萧 意外被卷入一场风波 但杀人夺到的风波 武林工法庭恨不逢的歪曲事实 使萧遭受武林工法庭判定入狱 一切都让单纯的萧感到迷惘 然而也就是这样的迷惘 在一次次的心绪动荡间 激化了萧的人性 人不懒红尘 红尘自懒人 即便是对人 这个自我认同还很模糊的萧 也在江湖的风雨中一生凌乱 为了让老吴燕复活 竟杀害段燕西风 取造化之药 使其与燕归人不共戴天 面临工法庭四大都令 清零冰雪之窝 大战后的萧 屠月夜重新袭击 得燕归人相救 然而此时不知对方身份的两人 却早结下不解之仇 萧再度身陷绝境 为情动怒的燕归人 为意拔刀的语言悲劲 为不奔走的丑路暗城 人马大批勇志 混战再起 后续在刀吉的解围下 萧与丑路暗城前往解救灵仓水 然而恩怨情仇 终作致命一击 看着毫不还手的萧 想起过往独守朱丽公主的自己 转身离开冰雪之窝 那冰就像萧 虽然知道世间万物的名字 但一点也不了解其中意义 也让我只想说一句 她也只是个小孩子啊 那冰也是萧感到心寒的人性 更不明白将来的自己该如何自处 失去老无厌的陪伴与引导 萧始终无法明白人类的复杂心思 风雪中依然只剩自己一人 一个孤单寂寞的萧 萧更搞不懂这个世界 一切的一切对她来说 都太复杂了 为什么好人坏人她都得罪了 那自己又是谁 面对创造自己的叶重生 口口声声撞击内心的失败品 积极消最痛苦的回忆 或许叶重生的心绪也很复杂 最精心的 日记最完美的却失败了 不能悔之则弃之 却活成了一个异想未到的样子 是以不断的刺激萧 与萧战斗甚至试图重制她 刺激出她这个创造之物 也难以预期的变化 最后一战 叶重生联手酒祸 三度对上耐弱之夜 此战正是造物者 與被造物者的生存之战 同生玉石俱焚 协制刀把两人串成串 只见漫天水银血花四箭 笑被水银包裹 承若根本是治疗区的冰雪之窝 这应该是弥留之际 想到意识出蒙 第一次睁开眼睛时所见 与依然存在的疑惑 而这应该是意识复输以后 又回到绝燃一生的蕭 对眼前矮矮事件再次的结吻 自然血弱依旧无神 特别的存在 依然不懂自己的存在 幸运的特别的圆法已结 佛剑分说未解午餐招创 进入大雪原 遇见本该生死不明的蕭 在佛剑难得讲这么多话的耐心开示下 蕭不再执着心中的认定 对生命的存在有更广阔的眼界 于混沌原理 现世武林之客 蕭再现身影 结是正气的剑魔奥神舟 与他一样神异的生命 剑说狭狱等人 虽可惜不再有更多引起思考的互动 但可见蕭越发成长的心性 与魔界一同突破冥河环界 类神元败亡后 蕭也前往寻找六行之首舱 蕭的强大 在剧中一直都有体现 对一些恶流高手都是秒杀 在暗夜重生战斗中明显进步 得战神吞佛赞赏 席天之剑士 无愧其对终极兵器的设定 蕭的意识力尤其是最令人欣赏的 重伤反杀法无无和叶重生 甚至叶重生曾经试图格式化他时 也被他摆脱禁锢 保护自己与重视事务时 蕭一直都能展现出惊人的意志力 蕭的十万个为什么 会让我们想起剑雪无名 但两者却截然不同 剑雪是源自前世 纠盘神死的激变之性 蕭却是真正的懵懂 好奇人性 然后不信任人性 从中更激荡出更多他自己的人性 他的为什么也常常得不到解答 因为人生哪有标准答案 文宣佛剑 让他多用自己的心去判断事物的建议 给蕭多了更多自主思考的能力 也期待日后再见更圆融更有意思 会配合布局 却又不失呆萌可爱的蕭再出武林 幻界成偷时期 由于生命练习生 以枪败进天下高手 为人正义 多次路见不平拔枪相助 也因其特殊体质 使练习生成为神魔不许的存在 在幽界限世后 练习生亦揭开自己未知的过去 生命练习生乃是幽界生命之源 所运化出的新生命体 透过天机 以天地正气 所诞生带有魔君记忆的生命体 所以练习生多次危机逼命的时刻 才有隐藏的力量反败敌手 也在递检化身九千秋的指点下 练习生找到天机 在天机的说明下 练习生并非幽督魔君本人 却是魔君附身的关键 但为让生命之源离体 生命练习生接受九千秋的魔能引导 和红成雪假意进入幽界 归还生命之源时 与红成雪配合进行最后一次的生命练习 或命阻止幽界魔君的附身 然而你可能会想练习生就这样退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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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编剧告诉你 不可是有安排伏笔的油 在阿算准备退影的时候 天机赠送了一颗由上爷之枪 将练习生之意念提炼而出的珠子 内有练习生的记忆 虽然练习生的躯体消散天地 但能以回忆的形式 常伴红成雪的身边 而幽兔魔君本意一绝不起 在吸收轻额后 恰吉魔君终于出现 只是这个恰吉也没咽几集就突然消失 你问为什么 可能觉得他太丑又太重了吧 不是 是刚刚说的伏笔起作用咯 在天机当初的计策下 原始魔君因生命念牺牲 天地正气陆体之故 导致于体内的魔能相冲 再度苏醒的魔君 变成了飘撇让子 以助人为乐 也难以原本要走 杀人不眨眼的路线不同 甚至长相也变得好看200倍 而飘撇让子只要受到酬劳 就会帮人解决大小难题 以拯救世界上千千万万的玻璃心为使命 人称玻璃救星 我想我们家阿提应该是蛮需要的 然而失去记忆的魔君 显然对过往自己吞噬金额这件事情 没了印象 看到自己的小孩无限 产生怜悯 面对酒鹰竟然是一顿嘲讽豪塞 只能说失去记忆改换人设这招构绝 冰北现在就是好人 跟你这个挂名圣母 结果都做些偷鸡魔狗的魔完全不同回事 也因此飘撇让子开始探索自己的过去 然而借天机降生的重天邪王现世 打乱飘撇让子体内的禁锢 使身上魔技开始失控 此刻飘撇让子才明白 原来自己就是原始魔君 在记忆的重叠下 飘撇让子感验天机的设计 让他因此对这个人世有所感悟 而面对魔君之死无限 也愿意给予他感受不到的清醒温暖 飘撇让子的最后 为了正义 对上重天邪王 意识境内 飘撇让子 与魔君达成了协议 以完整的状态 一挑灭世之危 魔君的成名杀招再熟 却是徒劳无功 天使中心 天使一致终究失败 如果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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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说属于练习生的伏弊 现在才要开始 反正一切都以编剧所说的 最后生命练习生在正道以天地正气 搭配阿帅的诸死 借飘撇让子之躯重生 与名誉上算自己父亲的天机 共同对抗重天邪王 反 ży浑重生 以共 与商负最重要的人 援手带别规测 完美美身 여러魔神 第几次 最没有想起到的人 在邪神祸解 生命练习生投入培育正道心血 但在魔神泰西神兆的侵略下 生命练习生再度出现 只是这次没有过去的幸运 练习生终究逃不过命定的终点 亡于泰西手下 生命练习生 无知灵伊丽胸欲 来世路 世命练习生 严生最佳一处练习 小天丁 寿命练习生 其实对于练习生是不是能算人造人 我自己个人觉得他绝对是啊 因为你看他既无原本漏区 他的诞生充其量只是魔君的元素再生 只是练习生后期的没有好好的收尾 绝对是当时剧情反反来来回回 让原本断在魔君那战就很好的谜题 变成了一首独唱情歌 没办法一生一世 只能给予爱人红雪最后的礼物 是说先前爬文 曾看到有人替生命练习生的儿子取名说 如果有机会转身 练习生的小孩应该要叫什么 复习生 如果生命练习生还在 第二胎要叫什么 重考生 倒入习生命练习生的 接下来这位 是我们去年已经做过他的懒人包的地名 为了避免让大家觉得好像内容都很像 這次我們再度請出莫春秋出馬 替我們撰寫後面兩篇文稿 來看你三箱的歌詞 回顧地名這被期待 賦予創生中 活出全新的自我 無論是誰主動在你面前 順道者17號 當年四流島一役 重劍式重傷 屠龍之刀一斷 九天玄尊更發現四條 天邪中魂魄 逃串至苦境 為防範未來之災惡 開啟一場以邪制邪的計劃 邪案末日計劃 將行肅一名殉道者 以九淵玄夜之力 最後一搏 但在九淵玄夜 並非凡人漏區可承受 便在犧牲16名殉道者後 用玉蕭瑤之血緣 創生一名人造人 殉道者17號 但屠龍一役 邪氣影響倖存的屠龍者 而後更造成無法挽救的仙門悲劇 玉蕭瑤是父 但地名為了保護玉蕭瑤 選擇隱藏事實 丹下罪名 天地死後不共戴天 一大莫蒼蠅之死 再度刺激天姬 成就第二次逆淫之巅一戰 卻也首先與天姬 一模一樣的臉孔 兵器 在邪恩之力隱藏的武學性質 更是與天姬如出一策 但地名能夠繼續 推行九天玄尊的計劃 卻在西皇佛界一戰 功虧一潰 使天邪重回歸 每逆軟之巅一戰 每逆淫之間 無法感激世上是好心 但若有心 他必須會起了我 我曾用这万千种族的风释 并就有为一切希望 人生大人 一度为梦就在面会上 这痛苦这句一分 无知情的欧安一过度 我这两观想族既是无法事 就祝福心既是妙恩 估计心 传计各国族既是妙恩 哪怕继续拼得要好 该说虎父全子吗 这样高压下的地名 害怕被放弃的末日时期 确实有着非常强大的抗压力 却也造就他偏执的个性 以及各种人格的产生 虽在末日计划中 傲慢 贪婪 杀戮 操纵 嫉妒 欺骗 看似可以扮演适当的角色 却像被拉紧已久的弦 随时都会崩溃 却望敢 却有破坏之言 一生跨离心头 伤脑经济 出生完后又好 最后将不得就算 这边发现 就当内心第一次会凶技 攻击欲中四分五月灵魂红气 就发现那水平 在地隔旁边 无非无无欺凶 不 尽管我一定要过你回去 我这十七 就未到最终用实力 主动在五岸前 这边内心 启动铁岸交换 铁岸三名之后 铁岸之力不断环用脑洞 这边内心 竟然建设 我们四天天地团 天坤学习同文理 明明是今生 纪妖国人 为何刺激 相生存放 上七颗 结束六 不为重生 不为天后 一共五会 就会满回甘前则局 无要力回挑 无论什么代价 天坤学习同文理 圣经一将七三 就一将七三 这边三天之规 心脚感 无人催你 真华必胜 在天坤学习 这边缺暗活牛 你知道吗 这一家 我担忒太厚 我担忒太厚 你 我担忍心脏 无人的事 我 其实是非常 温度的 你的 终究是 无数 观点 我 救兽 最后的 一定就用 当了混沌一生 算到 再无我 专门 再无 比方 虚弄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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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后未灭邪神之祸 地鸣由天吉之静 带着诸神之雷 协助一页书 融合完整的血案之力 成为近神人 自己则为这项计划 灵魂遭受地狱夜火焚烧 经过世事奔波 身份转换 露了一遭 天机 地鸣终在相会 此次换地鸣陪着天机 一起面对玉兵营之祸 两人再次展现默契 地鸣虽受魔石影响之苦 天机遭遇玉门纷乱 但默契不变 离应外合 最终将光明 还给苦境 此刻的地鸣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 他有十基特工队 有小色思 有那个给他希望 为他取名永宙的玉逍遥 他开始留恋这世间 原来生而为人 是如此的幸福 有逍遥 我发挥了大半死人 这生命运 我这十七年 有下十分钟 转飞是休安做生的真相 你是离我生日相当 求生生转无相守一守 你是惊贼更害人 离我嫉妒欲得你丫头 你丫头 求生惊了回头路 你以往 乘入禅行以上乡 本不应上乡 十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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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 千里面啊 就没告诉我们想想 离开这个世间之后 要是测中风的一天 你 你到底明不明别我的世面 有没有像你 真情商之人 我是你 你的客 你是谁 什么出现 全能担心 对我日元都不重要 你是重要的朋友 我为了一段友谊 可不容易再吹飞 你 是绝对不在亲的帮手 有逍遥是来挖起一段 为庆幸心 划水无心 永远有哪一场 照亮暗夜的双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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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二生 一生 贵 他 一下哒 也 小胶 有 开 discut 十九 2021 攝氏 搜 松 0 阿佳塔的故事 是一条由陪伴走向孤独的路 又或者说人类创造科技 到科技源自人性的一场悲剧 那一夜巴龙天意外发现天外陨石坠落 他认为是呼噜火神 赐给了裂界在三界之争的机会 并将此特殊能量称为神话之音 并交由好友设计出了阿佳塔 号称能与呼噜火神相比尼的奇迹 阿佳塔的技能、武力或情感 都超乎预期的强大 被视为上天赐给了裂族的骄傲 也许他少一点勇敢、少一点执着 或许他始终不是人 但却可以常伴巴龙天生叛 分忧解牢 但阿佳塔的志愿 从都至尾便是儿子 为了这身儿子 他愿意舍弃自己的姓名 成为地父心心念念的王后姨子法龙娜 他愿意舍身复国 用神话之音 使裂族重新回到新生 他愿意忍入负重 不赢自己的能力比王兄往事研磨高就争权夺位 他愿意与天一抗 争取这对他而言唯一的温暖 被上天所收回的温暖 为何巴龙天始终说阿佳塔是一个机器 因为看似有感情的他 实际上却是被下了指令的高级AI 所有的感情能力都是模仿的 就宛若与地父下棘 学习奇上之策 拉拢人心 留下筹码 但这一切与人的差别 便是在他未达成是地父的儿子 而非阿佳塔的自己 也就是为了完成答案所建构 未养的指令为 DEM的人是最亲的人的TREAT GPT 你虽然好像往答案的方向前进 却因不懂或未曾怀疑 而相信他所给的一切表象 当成绩公布才发现 原来这答非所问的过程 所以让你找出一份不及格的考卷 当年巴隆天长征前 组播好友西皮悠 销毁他认为实力过于强大 以置身为地义的他 已经无法掌握的阿佳塔 却不料此时不愿放弃的阿佳塔 对西皮悠使用星凯交换 然后走回列祖王宫 取代那从出生变有心病的法罗娜 此后阿佳塔变成为了一个 心病好转的小王爷 长期为法罗娜心病所苦的巴隆天 知道法罗娜的心病好转 开心之余 更将杀了崩兽所制成的崩角双制 送给了法罗娜 此后的他变成接了属于烈界的因果 有了烈界的身份与圣火的信仰 此后就像被打入幽宫 击破渴望父爱的阿佳塔 虽然无奈却只能选择一人 直到那天 为了不让父亲失望 阿佳塔选择用神话之音的能力 重建整个烈界复活所有人 抹去灭族的悲伤 更借此封闭烈界 控制圣火 开启了后烈界时代 过上了一段圣火不语 列祖偏安的格式生活 重新开始 那天天机掉落之裂界 使阿佳塔发现圣火的封印 产生了变化 进一步追查 竟是有人对西皮幽使用星海呼唤 使西皮幽灭了圣火 犯了滔天大罪 而对他使用星海呼唤的 便是巴隆天 更导致巴隆天 自己在圣火覆灭后 亦是恍惚错乱的硬伤 平平见到灭族灭亡的悲剧画面 而这一切也是圣火 透过与他递命的巴隆天 最后的奋力一搏 我 我 我 希望将将开船回来 你再 看到他 王主 压心的设认够 将就 何不忍受 朗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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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 五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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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一開始 抵护失處的意見 將注射了 人彼此無法入安的比招 已經 要結束了 阿正 這將是北楊天最悠之處 管理治病 將經以後 勝訴北京 將是國人對你 最大的寬容 我 去 為此謀行 為此求醫 與崩壽帝曰 取爐絲雌星 終究命運因果非不盡 只是來時便取命 巴龍天死於道宣美手上 也徹底是一再受到打擊的阿加塔 完全失控 走向極端道路 而第一個四劍魂 便是道宣美之徒 小甘樂與杜逢舟 終於是 不死而屈之道 我們幾乎 是 基礎最令? 基礎最令? 基礎最令零忍受振aller? 啊…… 基礎最令不凶就 两颉抹 残敬恰行的姿道 狱心鬼背 离极额有红颔 終於這一個念之中 你 阿車頭 這世上要人敢想為你犧牲嗎 你什麼 你什麼人念書之前 又能那麼光彩獨佛 這條事啊 你變什麼 變什麼能耐用的驕傲 現在 本來你也回答不了我 我不是最能特等你的點名嗎 你也最能感受我的心嗎 這代表我們人人 一如一如安寶 我的這條心 不是你一隻的不同玲瓏心嗎 哈哈哈哈 這隻是真正的人性啊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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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未到命 對死的感情 最近未到現在回到一場 為什麼 為什麼 真有罪 我 你 不 我 不 不 你 你 不 你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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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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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加塔的偏执 始于那一份童真的渴望 结束于那放下的长大 这一生他早已是人 也早已不是人 这一生他努力进去 却也举足不前 只为一句皇额 只望一句父亲 又是人一断威力 民宿护出大计 这一生七处 我们将写写军 好 主人 竟然不敢地心一步 我心里 你无妙不定 地点青春 我将他命该为祖旗皇亲 所以 我万一无辞 拜计 青春水会祖旗秀 皇亲 不一生 母穹的名表 将人十分 又是一种昏存 将祖旗十分 将是一种奉励 既算再生日 算不算人家的救不定 痛不欲笑 这会永久 这人家的恒旗 我已跨平 又是我该感恩 在苦悔前后中 最优一时温暖 这人 过你 故事 说完 这一暗 也 既是 我已无力 生日 铁石心肠 以铁石的方式 坚硬包裹着 柔软的心肠 就如同随士 名叫上衣 这个过去专为 王室服装的机构 成为姓名 说明阿加塔 这大扮一身 披着王室王爷的外衣 却始终提心吊胆的铁石本质 也许铁石与心肠两者 本来就不该相遇 本就不该毫无区隔 是我的一厢情愿 绑战了你们 也害死了你们 而此刻的阿加塔 选择了放弃这段执念的一生 或许太晚了 引用编剧周朗所说的 饱经人事的摧残 放弃对他而言 是最难 也最为自己负责的决定 此刻的阿加塔 也走完他的一生 一生尾身 一步心肛 打造这个我一段遗憾 最遗憾 是怀念 最温温 而既然说到人造人 怎么可能没有谁谁谁呢 别害怕 don't worry 假设还有下一支特辑 我们会把那些遗注名单补起来 大家也留下 最喜欢今天介绍的哪个角色 或者一样留言告诉我们 有哪些遗注名单 不过记得不要太凶 到时候我的玻璃心碎 也没有玻璃救星可以救我了 而影片的最后 也感谢这些加入会员的牛头大军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的频道的话 现在也可以通过资讯栏的网址加入会员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 我是gevin 大家拜拜 关闭影片前 这些影片你都看了吗 另外跟大家提醒 我们的podcast已经挪到 听你在那边盖的频道了哦 未来所有关于布袋系闲聊的podcast 都会在这个频道里面呈现哦 我们会在每周日过定晚上8点更新 不定期会开启首播与直播 欢迎观众朋友一起上线聊天 一起把我们所有的频道订阅起来 如果想懂那也一起赞助我们的朋友 一样欢迎透过超级感谢 我是盖文的频道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 我是gevin 大家拜拜 儿子